在過去一個多月,灣仔警區接獲多個外籍的走客報案 他們報稱在灣仔巴區消遣後,信用卡被盜用 在酒吧裡購買大量的貴價香檳 或者他們的信用卡被偷去後,在其他相關商店消費 灣仔警區刑事支援隊接手調查所有相關案件 我們聯同反黑組分析了大量的閉路電視 留意到多名依著性感的南亞裔陪酒女子 在酒吧的容許之下假扮成為酒客 在多間的酒吧打等和留年,時機靠近醉酒客 半壓半哄地又使酒客購買多支貴價香檳即場飲用 陪酒女子他們多數是為數三至四人為一夥 專門向獨身的酒客賣手 他們擔當不同的角色 有些負責用美式分散受害人的注意力 例如現場的接吻 或者做出大量令人詐欺的親密行為 有些負責偷取信用卡 而另外有些將未開瓶飲用的香檳即場賣給酒吧的職員 或者去到鄰近的酒吧放售逃離 由昨晚至今晨灣仔景區刑事部 派遣了放射的人員 在灣仔巴區展開了彩霞的拘捕行動 行動之中 一名陪酒女子勾搭放射的人員 要求他們購買高價香檳 並試圖偷去人員的信用卡 拘捕行動隨即展開 我們在五間的目標酒吧那裏 就以盜竊 村謀盜竊 處理裝物罪 拘捕了七名的酒吧職員 和六名的南亞裔女子 他們年齡介乎三十四至四十九歲 我們也檢獲了三十八支香檳 單據和掃補 同時我們在行動當中 亦都拘捕一名的英籍通緝人士 他涉嫌欠交罰款 其實在2021年開始 灣仔警區已經展開了彩霞的行動 大力打擊灣仔酒吧區一大 非洲及南亞裔犯罪分子 瞄準外籍罪走客的街頭罪行 經過2021年起的兩輪拘捕行動 我們成功縮清了 非洲裔相關的爬洩案件 這一類型的案件 亦都錄得相對顯著的下跌 但是我們最近亦都留意到南亞裔 特別是菲律賓籍為主的性感女子 隨即掘起的 根據不同案件的分析 警方留意到酒保會故意用手機拍下 受害人簽帳的過程 企圖誤導警方 相信他們是自願簽帳的 但是經過警方後期整合的調查 以及分析犯案手法 我們發現 涉案的酒保和這些性感女子 是有很明顯的串通 包括 在未經受害人的程度下 用受害人的信用卡 購買十數支貴價的香檳 又或者將這些貴價的酒 轉售給附近的酒吧的酒保 以作辨言 有時這些性感女子 會有使對方發生性行為 博取其信任 以及混淆視聽 今次的行動中 我們首次發現酒吧職員 串通陪酒女子 詐騙醉酒客 基於牽涉的人數眾多 以及手法相當純熟 我們不排除他們是有組織 以及有預謀針對獨身的醉酒客 誘騙他們去買一些貴價酒 要他們在不清醒的情況下 承擔大額的帳目 我們灣仔警區 是會繼續持續去打擊 娛樂場所一帶的不同類型的罪案 臨近節日 我想在這裡呼籲各位市民 到酒吧消遣的時候 注意財物的安全 特別 被多名陌生的女子包圍的時候 要加倍小心 以及提高警覺 另外 如果有酒吧職員 目睹案件的發生 請立即挺身而出 報警舉報這些不法分子 觀看 今次會 2 有完整 突然 5 1 5 林